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一个新的企划单元哦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淡水小白宫 他的历史以及他的风水 这个风水跟历史有相当大的关系哦 走,我们来看看 小白宫大约建于1865年 也就是一运的头 那么现在大约是八运的尾巴 那么这个小白宫在这八个运之中 经历了八个运风水的影响 那这个神秘的力量 到底对这个建筑物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九运快到了 很多人会关心 换了运会有什么变化呢 所谓的十年风水轮流转 网路上很多人把九运讲的会声会影 到底有没有实证呢 要实证就要从老房子的风水 的变化来寻找证据 淡水小白宫 也就是前大清淡水总税务司官邸 从1866年到现在 经历了150几年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做实证 带大家来认识 全空风水如何换运 首先 我们先在小白宫的门口下罗盘 测量结果是丑山未下 也就是坐东北偏北 向西南偏南 在悬空风水里面 一运就是1864年到1884年 所以我们得到一运丑山未下的悬空盘 是这样 一运的时候呢 一二三三颗星哦 是望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一都在坐山的更宫 这叫做双星道山 所以如果在防卧的后方 有山有水 就会望人丁 小白宫的后方呢 地势比较高 可以作为他的靠山 后面有广阔的草地 是风水里面所称的水 所以后方有山有水 对于居住在这边的海关首长 是很有利的 但是啊 前方的昆卦是四七 非信父里面说 陈有希归为不牧 意思就是说四七同工 而且又失令的话 家里就会有女人不合的状况 因为四是训是长女 七是队是少女 所以四跟七两个金跟木的相克 就代表女人之间的争吵 当时英国海关的关长 要千里迢迢的把家眷带来 可能也很不容易啦 所以可能也不会受到 所谓的归为不牧的影响 但是这个住宅 还是不利于财运的 因为一运的时候 一二三是旺星 四跟七都是衰弱星 而相手聚集这两颗摔星 肯定是不利于财运 不过啊 毕竟这是宿舍啦 而不是办公的地方 所以只要住的人平安就好 所以后面两颗一 又有山有水 对于人丁是不错的 而且啊 海关不是生意人啊 奉公手法 按照规矩形式是比较重要的 四是文昌星 七是破军星 代表破例 海关首长能够有读书 而且能够有破例的知性购物 才是最重要的 根据导导员的介绍 在围墙的南边 也就是梨挂的位置 有一根柱子 是小白宫现存最古老的柱子 有可能就是以前大门的位置 开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这是合理的 因为这里有望星二在这边 陈望开门 是风水上非常重要的要求 而且这个角落地势比较高 可以将气引入 对于这个屋宅也是很有利的 而且二也代表土地之财 什么是土地之财 就是土地所种出来的这些农作物 或者是代表土地的交易 当时的淡水官 掌握整个北台湾淡水和运进运出的各种农作物 各种茶叶农作物的进出口 也就是二所代表土地之财 也刚好与小白宫的风水互相对应 再来看看这个悬空盘里面 还有哪里有一或是二呢 对了就是对挂 主卧室的位置 位于房子的西边 也就是对挂所在的位置 这里的三星是二 这有什么好处呢 有人说这个房子的风水不好 一大堆的门对门 而且窗户又太大 其实这些观念是错误的 如果是好的方位 窗户大 它有助于纳气 譬如说像这个主卧房 也就是我所坐的那个位置 就是对挂 这边是可以纳二 这个当旺之心的气 所以会对于住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有利 所以床摆在后面的位置 刚好可以吸收 对挂窗户纳进来的旺气 有利于住在这个房间的人的健康哦 淡水是一个五虎缸地形 就很像五根手指头 从大屯山深入海里面 小白宫就位于第四缸的位置 也就是我手指向地图的这个位置 这里在山缸上 可以远眺淡水河口 在古代防御河口 征收关税有很大价值 前面面对观音山与淡水河 除了景色优美之外 如果相守有望星 这个巨大的河跟海 就是风水中最佳的水局 而这个水局 什么时候可以发挥作用呢 我们就再来看看悬空盘上 向首四 这颗星 四在二三四运的时候 是望星哦 所以在1884年到1944年 这60年之间 小白宫是望星到下 加上四又是稳昌星 收淡水河口的旺盛水器 所以可以说这60年是小白宫 风水最好的时期 四这个望星 在小白宫的建筑里面 就是宴会厅的位置 就是房子正中央的大厅 在悬空盘上是昆卦四漆的位置 当令的时候啊 会有人气聚集 财气聚集的状况 飞心腹里面说 破进文滩 秀丽乃温柔之本 破就是七 破均心 风水大师沈祖棉说 人丁皆美秀而闻 意思就是说 汇出俊雅秀丽的文人雅士 根据记载 1896年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曾经在这里居住 1900年 淡水官长成立五十会俱乐部 在这个宴会厅 提供官员休闲娱乐设施 以及进修课程使用 可以想象 在那个知识贫乏年代 小白宫中央宴客厅 聚集着一堆人 吹着淡水河口的海风 看着美丽的庭园跟观音山 在视讯率文藏性的加持之下 在这里进修知识 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再来看看庭院 庭院在风水中称为外民堂 有聚气氧气的作用 小白宫拥有这么美丽的外民堂 花木浮属 可以让旺气在这里聚集 加上有些年代久远的大树 在风水上 这些年代久远的大树 它是具有遮形壁气的作用 可以阻挡大风 又能通气 可以让冬天比较寒冷的海风 不要吹进屋子里面 但是它又能够让好的气可以进来 所以屋内可以收到四 这个当旺之星很好的气 再来我们走上阶梯 这个建筑物的外形 有着优美的欧式藏廊 这个在风水上称为中明堂 中明堂在风水中是很重要的 除了遮风避雨之外 还有缓气的功能 能够让外部的气 经过中明堂的缓和 再进入室内 避免室内直接接受到外部过强的气 这也是传统建筑中非常重要的特色 再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门的位置 开在南面的围墙的正中央 根据我的推测 这个门应该在二运到四运 也就是刚刚所说的 1884年到1944年这60年之间开的 为什么 因为在悬空风水上 这个位置在二运到四运 这60年之间是最佳的位置 门开在这边可以纳旺气 刚刚说到 这个房子的风水 在1884年到1944年之间 这60年有望运 非常巧合的是 1945年日本投降 将小白宫交还给台湾 也就刚好是小白宫望运走完的时候 是不是非常的巧合呢 虽然很多人会说 外国人不懂风水 怎么会按照风水方式来操作风水布局呢 但是你不理风水 风水却会理你 风水会影响你 福地福人居 如果你有这个缘分 你自然就会找到适当的风水保地 盖出风水好的住宅 我们看到小白宫在1945年之前的人文会萃 掌握北台湾的经济枢纽 以及1945年突然的没落 是不是刚好跟风水兴衰 有着不可思议的关联呢 接下来1944年进入五运 如果没有做整修的话 这整个房子将走入衰运 但是如果做整修 悬空盘将会是下面这个样子 二五道向 也就是最凶的两颗星 刚好在他的相手 这也可以见证小白宫 在1945年之后逐渐荒废的过程 虽然二五道向是很凶啊 但是1944年到1964年 这20年之间假设这个房子做过整修 是用这个盘来看风水的话 那么这20年仍然是属于旺运 因为武在当时武运的时候 他仍然算是旺星 但是初运就立刻发修 也就是说在这20年之内 居住在这边的人还是不错的 但是在1964年进入六运之后 住在这边就会立刻出问题 根据导览员介绍 在二战之后 时任央行总裁徐伯源 一家三代曾经居住在这个地方 但是啊 根据维基百克的记载 徐伯源的居所是在台北市的 新生北路关底 所以实际上 这里到底是徐伯源的居所 还是度假行工不得而知 不过啊 进入六运之后 1969年 官方刻意制造了 剥交案的冤狱来斗争 徐伯源的属下也被牵连 徐伯源被迫离开权力的核心 也见证了这个房子 到了六运的时候 不利于屋主 后来小白宫逐渐荒废 建筑物闲置 被附近淡江中学学生称为 画物浮屋 也就是所谓鬼屋 一直到1996年 抢救小白宫的行动 最终政府评定小白宫为三级古迹 2004年重新整建为 现在的样貌 并且开放游客参观 顺带一提啊 当年在当资讯工程系助教的我 也参与过这个 抢救小白宫的行动哦 2004年进入悬空风水的八运 经过整修后的八运丑山位向的悬空盘 长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哦 红色的八是象星 刚好在象手 蓝色的八是山星 刚好在他的座山 所以呢 旺星八在座山跟象手 这称为旺山旺向 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水 所以 即使八运过完哦 进入九运 八虽然已经不旺 但是八仍然是吉星 还是不错的 所以现在小白宫成为淡水的观光圣地 游客如之 在这里逛逛美丽的庭园 坐在草地上晒太阳 吹吹海风 回味一下淡水这个优美的历史 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啊 身为淡水人的我 也很喜欢带朋友来这里参观哦 历史与风水 不知道是天作的巧合 还是有一个神秘力量之影 如果小白宫提前一年做整修 也就是在七运的时候做整修哦 就会变成七运丑三未向的旋光盘 像这样 虽然七运当望的两个七都在向首 叫做双星道向 在七运的时候算是不错 但是啊 七运一过 进入2004年的八运之后 就会开始出现各种问题 所以我说啊 刚好在八运2004年整修 真的是一种美丽的巧合啊 老天珍惜这个古迹 就会给它好的风水 让它可以延续生命 也希望小白宫这个美丽又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爱与重视哦 小白宫从一运走到八运 经过160年历史的洗礼 也见证了玄空风水八个运的兴衰 除了是历史教材之外 它还真的是一本玄空风水的活教材 带我们学习了丑山未向 防止的风水与兴衰 今天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跟各位介绍 小白宫的风水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你还想知道哪些古迹 或者是建筑物的风水哦 我们会找机会跟各位介绍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持续关注我的更新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